造势遭暗杀 未遂暴血 川普手发声 耳朵重弹遭贯穿 美国前总统川普13日在宾州造势遭遇枪击事件 脸上暴血 美国检方以暗杀未遂方向侦办 川普受伤送医后首度发声 他在社群平台发文证实耳朵重弹 诱饵被撕裂 子弹贯穿诱饵上部 川普造势遇枪击送医后 13日晚间首度在社群平台Truth Social发布声明 他表示一枚子弹贯穿诱饵上部 我马上知道出了问题 因为我听到了嗖嗖声及枪声 而且立即感觉到子弹撕裂皮肤 阿波罗网翻译川普声明全文 川普说 我要感谢美国特勤局和所有执法部门 他们对刚刚在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发生的枪击事件 做出了迅速反应 最重要的是 我要向在集会中被杀害的人的家属 以及另一位重伤者的家属表示哀悼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这样的行为竟然能在我们的国家发生 目前 关于枪手的情况尚不清楚 他现在已经顽固 我被一颗子弹射中 子弹穿透了我的诱饵上部 我立即知道出了问题 因为我听到了一阵呼啸声和枪声 随即感觉到子弹撕裂了皮肤 流了很多血 我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上帝保佑美国